你到底想什么东西 月琴 我是你跟段三郎了 女妖听了无心的话变得更加愤怒 发了风势地朝无心袭来 她趁无心不注意抓向无心的胸膛 你没有心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叫无心 无心决定速战速决 她用沾满鲜血的绳子缠住女妖的脖子 女妖口中发出凄惨的叫声 眼看自己不是无心的对手 女妖猛地起身撞向身后的石门 随后就灰飞烟灭了 无心看着石门被撞的裂痕 疑惑女妖为何忍受着魂飞魄散的痛苦 也要去撞这失了法术的八卦门 里面到底封印着什么东西 她暂且打消心中的疑虑 带着女妖的残骸回到地面 这时顾玄武和月牙也赶了过来 无心从头发底下抽出一个木偶 说这就是女妖的原形 众人纷纷疑惑一个木偶如何作怪 无心解释有人在木偶上失了法术 才让这女妖心风作浪祸害百姓 眼下斜碎已图 无心让顾玄武准备些柴火 就在她准备烧了木偶时 女妖的魂魄却再次开口说话 她请求无心不要伤害石门里的东西 原来女妖并不是月起罗 而是她身边的丫鬟 当年段三郎死后 段家人便绑来月起罗 给她换上新娘的衣服塞进棺材 利用风魂钉将她活活封印在这水井之中 忠心耿耿的丫鬟健壮也投井自尽 随后便化身女妖百年来守护着月起罗 而封印月起罗的这口井 伴随着时间的流失被人遗忘 得知真相后的无心一把火烧了木偶 超度了女妖的魂魄 她把来龙去脉告诉了顾玄武 顾玄武这才明白 为何当初自己只花了三千就买下了这间宅子 想必原来的主人早就知道这井中有邪遂 所以才低价出售 晚上无心辗转反客 她担心月起罗会在祸害人间 于是便孤身一人再次潜入井底 无心来到石门前 她把咬坡的手指放在八卦门上 封印的石门瞬间被炸开 缠绕着棺材的铁链纷纷断开 棺材被剧烈的震动掀开 两道符咒封住了女尸的脸 棺材里躺得正是月起罗 无心艰难地靠近 她好奇符咒上到底写了什么 不料却被一股强烈的气流刮了出来 此时洞内的妖气越来越重 无心手握符咒从井底逃了出来 她知道没了符咒的镇压肯定会出大事 果然在她回家的路上 一个奇怪的女孩拦住了她 无心看着熟悉的绣花鞋 知道她就是被封印上百年的乐器